来 叶玲 端水时候会有 我们俩结合了之后 就一定要把彼此的父母 当成自己的父母 甚至说还要比对自己的父母 要更好 因为我特别害怕 在两个家人相处之间 会把这个敏感的东西 过多地去感知 那在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 要加倍地去对他们 去爱护他们这个状态 因为不要让自己感觉到不好 也要让人家感觉到 就是我们真的是一家人 要让他们更明白 你对他们的这个关怀 或者关爱 对 更具体一点 那你的父母有时候会不会觉得 你怎么感觉好像 对他们还好呢 这样 没有 就比如说 我要是买回来什么的东西给他们 我的父母都会问 有没有给他的爸妈买啊 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做了 就不能光给我们父母做 是两个父母的事 就你的父母有时候还让你端 把这水端好了 就是我们的父母 就害怕给我们两个孩子制造麻烦 所以愿意自己做减法 也愿意给咱们孩子做减法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我们两个孩子来说 比较幸福幸运的事 嗯 嘉妮呢 你有端水的时候吗 有 嗯 比如呢 我觉得可能我和丹姐有点像 就有时候对自己 就是父母会比较苛刻一些 没有就会随意一些 对 就是那种 哎 你不要你不要多说话 或者你不要怎么样 因为我妈有时候比较操心 就爱管闲事儿 发现没有我会特别在意 就是说自己父母对自己先生的态度 他跟我妈老斗嘴 斗得可开心啊 我曾经就想说你们俩别吵起来 后来发现其实他们俩乐趣 对 我妈特别享受跟他斗嘴 对 他也是 他老斗我妹啊 斗我妈 啊 对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们有相处方式 主要在平稳当中 OK 随便 对 我已经不管他们了 好 我觉得说话还蛮多的 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壁画 这小块其实我们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了 因为时间的原因 但如果我们退后一点 看整个图画的一个全貌的时候 你仍然会震撼不明 婚姻有时候要退一步看一看 不要只看那一个小小的步 谢谢各位 好的 走 谢谢 走吧 走